她是杨贵妃之前 唐玄宗面前最得宠的女人 但最终却没有摆脱悲惨的结局 她就是武惠妃 敬请关注大唐经过传奇之 一言难尽 武惠妃 唐玄宗时代不但出了一个杨贵妃 其实还有一个叫武惠妃的女人 唐玄宗对她的宠爱绝不亚于杨贵妃 可以说正是由于武惠妃的离世 唐玄宗整日思念不已 才有了后来杨贵妃走入了玄宗的生活 那么武惠妃是谁 同样姓武 她和武则天有什么关系 在这个女人身上又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呢 山西师范大学于耿者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大唐经过传奇之 一言难尽 武惠妃 2010年4月17号 中国的广州港 一件来自美国的货物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大批的人群等候在这里 这里边有公安人员 也有文物部门的人员 也有大批的新闻记者 他们迎来的是一件唐代的石锅 这个石锅高2.3米 宽2.6米 长度约4米 请大家注意看 这就是这个石锅的外观的这个照片 这个石锅 重达27吨 上面刻满了各种花纹 有人物啊 动物啊 植物 甚至有的学者 还在当中发现了 受到了这个希腊文化影响的这个痕迹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这个石锅 它都是一件文物的这个精品 最后被国家文物局定为一级文物 可问题就在于 这样的一个珍贵的文物 是怎么到了美国去的呢 原来这是盗墓贼之所为 那些盗墓贼在被抓的那一天 一直到那时候 他都不知道这墓主人究竟是男是女 性自名谁 考古工作者对那个墓穴 进行了抢救性的挖掘 在清理墓室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一件挨测的残片 上面只有两个字 甄顺 根据这两个字 再加上文献的记载 考古部门断定 这个墓 就是唐代甄顺皇后敬礼 甄顺皇后又是谁呢 他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人公 五会飞 所谓皇后 那是死后追赠的这个名号 五会飞 我们怎么评价他呢 他是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皇妃 而且我认为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联务 承上 承谁之上 承武则天 他是武家的女孩 他继承了武则天的血统 与此同时 在他身后 他死后 还有一个杨贵妃的时代 在他之前的那个时代 和在他之后的那个时代 应该说是迥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而武贵妃毫无疑问 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这个人物 他的一生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专处后宫 武贵妃是武则天的堂职 武幽职的女儿 而这个他的父亲呢 去世比较早 这孩子就成了孤儿了 武则天看这孩子可怜 于是下令把武贵妃收养在后宫之中 他是在深宫当中长大的 所以从小 这个孩子就目睹了他的姑奶 武则天的那个赫赫威仪 因此羡慕不已 从小时候就培养了他对权力的这个渴望 但是话可说回来 武家出身这个背景 应该说也是间接的导致他失败的原因之一 长大后的武贵妃 非常的漂亮 而且能隔善武 他是在唐玄宗还没有当皇帝之前 就已经嫁给了唐玄宗 我发现啊 这个惠歌舞这点呢 很重要 怎么呢 我发现李隆基这个人呢 他宠爱的这个后妃都有个共同的特点 当然首相就是长得漂亮 这没问题 第二一个特点就是 都能隔善武 这是个普遍的一个特点 你要知道唐玄宗李隆基本人就是个杰出的音乐家 所以他对这点呢 应该说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看重 武贵妃嫁给唐玄宗的时候 正宗的太子妃 还不是他 而是谁呢 而是王室 这个王室也不是等贤之辈 也很能干 当年这个李隆基啊 与太平公主展开斗争的那段岁月里头 那可谓是黑云压城成玉催殃 生死一线间 这个王室挺身而出 跟自己的丈夫一起谋划大事 据说利有很多的功劳 所以等到胜利之后呢 当然了王皇后这个位置就应该是很稳固的吧 立功了吗 但是实际上不然 王皇后啊 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短板 什么短板呢 她没有生育能力 没有一子伴女 这点对王皇后来说是心腹大患 而且越到后面 王皇后越焦虑 为什么呢 这时候武贵妃啊 越来越受宠 所以王皇后内心的非常的焦虑 以至于后来 甚至经常都对唐玄宗口出不逊之言 我估计 王皇后此时脑子里在想啥 她想到了另一个王皇后了 哪一个王皇后啊 唐高宗的王皇后啊 你要知道 那个王皇后 也是原配 也是武子 最后也是败给了一个姓武的女人 那么对于现在这位王皇后来说呢 她恐怕内心想的就是 可别让这历史在我身上重演呢 可是问题在于 这事是你着急就能解决的问题吗 她越急 唐玄宗就越不待见她 最后唐玄宗啊 越来越厌恶她 就想着把她给废掉 于是唐玄宗找了一个大臣名字叫江角 跟她一块来商讨废后事宜 结果没想到这江角呢 是一个大嘴巴 她把这事啊 给泄露出去了 这消息流传出去了 这下子 唐玄宗大怒 把江角炸 六十炸 然后呢 把她流放到外地 那么废后的事怎么办呢 就只好暂时的把她给压下去了 虽然这事算是暂时的渡过去了 可是王皇后内心非常的惶恐 她总觉得我要是不采取点措施 这以后恐怕我这位子还真的就难保了 那采取点啥措施呢 她呀既无所出 竟然想到去求助于巫术 您瞅见没有 她要搞巫术 她有个哥哥叫王守依 也不知道从哪学了个什么 什么济北斗法 然后呢 再找一块木头叫做霹雳木 在上面呢 刻上这个求子的这个咒语 而且还写上了李隆基的这个名字 然后让王皇后随身佩戴着 并且还有一句住院词 咱们来看看这住院词是怎么说的 后有子与则添比 啥意思 祝愿王皇后能生个儿子 而且以后的地位能和武则天一样 当这个消息被人报告给唐玄宗的时候 唐玄宗是勃然大怒 因为这直接挑战了唐玄宗的底线呢 唐玄宗啥底线 唐玄宗的底线就是不许后宫干政 唐玄宗的前半生一直在跟女性做斗争 对不对 你比如说 这个伟皇后 安乐公主 上官尔 还有这个太平公主 一直跟他斗的是死去活来 他本人对武则天以及武州王朝也没有任何的好感 他的前半生的底线就是绝不能在我这一朝里边出现武则天第二 现在怎么着 怎么着 你不但搞巫术 而且你还想跟武则天一样 你的意思你想取代我呗 你想取代我李唐呗 所以说唐玄宗气得不得了 由此下令将王皇后给废除掉 王皇后过了不多久就郁郁而终 一心想为玄宗生个一儿半女的王皇后 最终郁郁而终 他此后后宫就是备受宠爱的武会妃的天下了 事实上武会妃果然继承了武则天争强好胜的基因 他也开始做起了他的皇后帮 按常理来说 皇后去世再次立后是自然而然的事 武会妃也是不二人选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那您可能要问了 那武会妃 他不是武则天的后代吗 那为何李隆基就能接受武会妃啊 当然首先的原因是 武会妃此时还没有任何干政的那种体现呢 他没有表现出来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一个就学统上而言 武会妃距离武则天已经有了相当大的一段距离了 所以李隆基呢 还是能够接受武会妃的 而且我估计李隆基这个人呢 他本来就很强势 他自信自己能管得好这个后宫 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 武会妃那可就是三千宠爱在一身呢 这一阵三千宠爱在一身呢 那是武会妃 那个时候的武会妃 不但待遇方面 礼仪方面都跟这个皇后 可以说是同等的 甚至于他的权势也与皇后等 但是问题就在于 他始终没有立后 没有立后的原因很简单 还是在于李隆基 因为李隆基 自打王皇后死了以后 李隆基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从此以后再也不立皇后了 不管谁受宠 武会妃也好 后来的杨贵妃也好 再受宠 人家李隆基也不再设置这个皇后这个职位 就是防止有人借着皇后这个位子作乱 武会妃人生的第二阶段 世子而骄 王皇后失败的一大原因 是王皇后始终无子 而武会妃呢 说实话 武会妃 他生孩子的前半阶段 他养育儿女的前半阶段 应该说也是无比的坎坷 怎么回事呢 他的孩子不断的夭折 武会妃的生育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他一生生有七个孩子 可是前三个都夭折了 要知道古代儿童的夭折比率的确是相当的高 即便是皇宫也无法幸免 那个你去看那个历史记载 皇子皇女夭折折是比比皆是 结果武会妃 开元初年 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是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在唐宣宗所有的儿子当中 排名第九 名字叫做李四一 也有史料记载说叫做李一 结果这孩子呢 这个虽然排名第九 但是最受李隆基的喜爱 因为这个孩子长得特别漂亮 聪明 但是可惜的是 不到六岁就死掉了 死掉了之后啊 当时唐玄宗伤心异常啊 给这个孩子追赠了一个下道王的这个称号 而且呢 当时他和武会妃是武会妃啊是住在洛阳的 他命令把这个孩子埋葬在洛阳以南龙门石窟附近的一个小山岗的山顶上 为什么呢 为了随时能从宫中看见这个孩子的墓 你看有多么的伤心 这是第一个孩子 后来 武会妃又生了一个儿子 叫李敏 这个李敏也是聪明漂亮可爱 可是 也是很小就腰折掉 给赠了个称号叫怀哀王 后又生了一个女儿 也很漂亮 要说这个武会妃啊 咱们必须得承认武会妃这个遗传基因特好 武会妃生育的孩子长得都很好 可惜的是这么漂亮的一个小女孩也是腰折了 最后赠了个称号称之为上仙公主 到了第四个孩子 也就是李敏 生下来之后 武会妃心里头啊 忐忑不安呢 古代这个儿童啊 这个腰折率虽然很高 说实话 但是像武会妃这样点倍的也不多见 连生三个都腰折了 所以说这时候的武会妃非常的不安 那么收下 生下受王礼貌之后 他就要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呢 当时有一个风俗 如果你担心孩子养不活 可以把这个孩子送到寺庙里寄养 或者是送到别人家里去寄养 可以充一充 于是当这个孩子一生下来之后 李隆基的大哥李献主动站出来 要求抚养这个孩子 您还别说歪打正着 这个李敏啊 还真的就此就活下来了 从此以后武会妃生孩子路 就算是比较的平坦了 他先生了一个儿子 叫李奇 后面呢 又生了两个公主 一个是贤仪公主 一个是太华公主 尤其是这个李茂 特别受唐玄宗的喜爱 他在唐玄宗所有的儿子当中排行是第十八 所以人称十八郎 这个十八郎呢 后来七岁的时候 跟着其他的皇子一块进宫 给这个唐玄宗呢 行大礼 结果所有行礼的孩子当中 就咱这个李茂 行礼最规矩 一丝不苟 哎呀 唐玄宗坐在上面 洗在心里啊 这孩子真不错 不但长得漂亮 而且这么懂事 可见他大哥李献 应该说是教育有方 到了李茂 这个十几岁的时候 也就是开元十三年这一年 开元十三年这一年 孩子被接回来了 接到了宫中 然后败为寿王 也就是从这个阶段开始 武惠妃开始谋划他自己的大事 什么大事呢 那就是当皇后 后宫哪个女人不想当皇后 都想当 武惠妃当然更想 不要忘记他的姑母是 他的姑奶奶是谁 他的姑奶是武则天啊 所以他很想当这个皇后 前面的王皇后失败 是因为王皇后无子 那么我现在呢 有礼貌 而且这个礼貌非常受 这个唐玄宗的喜爱 所以他觉得自己 应该说有这个资本 最后唐玄宗把 究竟立不立武士为皇后 这个事儿交给大家来讨论 结果引发了朝廷当中很多的反对 反对的这个声浪 其中有一个人写了一份很长的奏折 写给这个唐玄宗 反对武士为后 这个奏折呢 保存在唐慧耀当中 奏折很长 我们呢 就不全文介绍 我们简期中主要的几点 来看一下 反对者的理由之一是 武士是武则天的后代 就从这点上来说就不行 反对者是怎么说的呢 他们说 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启得欲以武士为国母 皇上 您可别忘了 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那意思是啥呀 提醒唐玄宗 你可别忘了 你母亲是咋死的 唐玄宗的母亲斗士 那是被武则天招入宫中 然后杀死的 而且死得很凄惨 到最后连尸首都找不到 我提醒您 您跟武家之间有世仇的 你怎么能让姓武的女子 当你的皇后呢 这就是他的第一个理由 所以我们说是 为什么说这个武家出身的 这个血统 有时候对武士来说 对武惠妃来说 有时候是个牵累 原因就在这 反对者提出的 第二个理由就是 此事乃张月阴谋 啥意思呢 张月是谁呀 张月是唐玄宗 以前的一位宰相 这个张月呀 在当时是天下一等一的大才子 年轻的时候就欲满全国 参加科举 竟然考了科举当中的假等 武则天看了吓一跳 因为什么呢 因为科举自打开设以来 实际上没有人得过假等 结果这回好 张月拿了个假等 武则天觉得这家伙 太厉害 竟然硬生生的把他降为一等 但即便如此 正应了那句话 是金子放到哪里都会发光 张月很快就鹤立鸡群 比他的那些童年们进步要快得多了 当时这个人 无论是在哪一级职 哪一级这个职务上 干的都非常的出色 最后官拜宰相 做出了很多有利于国际民生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政绩 尤其是提拔了后来的名相张九龄 但是张月这个人缺陷也很明显 怎么回事呢 这个人性格暴躁 而且比较贪力 后来唐玄宗要到泰山去封扇 委托张月制定一个随从者的名单 结果张月在制定这个名单的时候就动了私心了 为什么呢 因为随皇帝去泰山封扇 这是大事 很光荣 这是一个 再一个 所有的随从者回来之后都可以加官进决 所以竞争非常的激烈 而张月拟定这个名单的时候 竟然主要去照顾他自己的亲旧 这一点引发了朝银上下极大的反感 最后朝廷很多重臣联名起来弹劾张月 理由是 一个是贪赃亡法 再一个就是勾结术士 用这样的罪名来弹劾张月 唐玄宗刚开始 刚开始是想把张月重重的治罪 结果呢 他旁边高丽氏替张月求情 高丽氏说 哎呀 陈呐前两天去了一趟张月家里头 张月好可怜呢 现在张月自打听说自己被弹劾之后 整日心中惶恐 蓬头垢面 坐在草席子上 用瓦盆吃饭 就等着您随时降罪 就等着您随时降罪 我看了之后觉得好可怜的 结果唐玄宗听了之后动了侧隐之心 于是呢 他下令 免去张月中枢令的职务 让他在集贤院专修国史 但是呢 把他宰相之权算是实际上给剥夺了 那么此时 反对者说 武惠妃要想立后这个事 背后有张月在窜着 这事是真是假 我总觉得这事其实不大靠谱 反对者的意思 无非是说张月想凭着武惠妃立后这件事 重回权力巅峰 可是问题就在于 张月这阵已经被人家给免了职了 而且是刚刚免职不久 此时唐玄宗正对张月是愚怒未消 武惠妃联合他有甚好处 没有任何的好处 而且一个已经免职的人 他能对此事起到什么作用 所以我对这个说法是深表怀疑的 第三个理由 动摇现任太子之位 反对者认为 你如果让武惠妃当皇后的话 现在太子该咋办 他们是这样说的 且太子本非惠妃所生 惠妃父自有子 若惠妃一登陈吉 则处未 十孔不安 那是啊 现任太子是谁啊 现任太子是李英 李英的母亲是赵丽妃 而不是武惠妃 武惠妃现在有那个两个儿子 尤其是那个寿王李茂 那是属于比较强势的 那如果武惠妃当了这个皇后之后 那你想一想 现任太子的位置还能够保得住吗 历史上因为太子之位而引发的宫廷的内乱 难道还少吗 所以这也是反对者反对武惠妃立皇后的一个原因 这个反对的理由最后奏效了 因为这份奏章 唐玄宗打消了立后的这个念头 不过要我说 如果你真心想立后的话 这么一纸奏章就能让你打消念头 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说还是那句话 唐玄宗就不打算真正的立后 可是武惠妃一天闹着要当皇后 那么为了不博爱妃的面子 唐玄宗就把这事交给大家来讨论 然后再借着大家反对的这个理由 把这事顺理成章的 他不就搅黄了吗 所以说从根本上来说 我认为唐玄宗还是没打算立这个皇后 但是此事对于武惠妃来说 虽然是个错外 但是却让她是愈挫愈勇 她反倒没有这个收敛起来 反倒要在立后这件事上 要干出更大的动静 你从这个事件上倒是能看出 武则天那种强势的那种性格 对她的这个影响 事实上 由于后宫的皇后之争 心烦意乱的唐玄宗 已经放弃了再立皇后的打算 所以导致 一心想当皇后的吴慧妃 始终不能圆皇后之梦 但是吴慧妃没有放弃 她把堵住 压在了自己的儿子身上 请继续收看 大唐经过传起之 一言难尽 武惠妃 武惠妃人生的第三个阶段 夺敌 斗争 唐朝的一大政治弊端 就是储君的问题 始终得不到良好的解决 为此而引发的宫廷内乱 是层出不穷 有人统计过 唐朝的太子当中 能够顺利继位的 连一半都不到 要知道 武则天当年上位 可就是扳倒过高宗的原太子李忠 因此对于武惠妃来说 武惠妃觉得 我现在手头有王牌 谁呢 就是李茂 所以他现在想的是 我要想当这个皇后的话 我起码要首先要干一件事 就是扳倒现任的太子李英 然后母平子贵当皇后 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所以这个阶段内 他把主要的目标 瞄准了这个李英 刚巧 李英 也看不惯武惠妃 李英啊 他是赵丽妃所生 赵丽妃按理说 李妃 李妃 在唐玄宗时期 这个贵妃一共有三个称号 也就是这个 惠妃 李妃 和这个华妃 这是所谓正一品夫人 按理说帝位和武惠妃啊 是一样 可是呢 赵丽妃受宠 是在唐玄宗 还没有当皇帝之前的事情 后来赵丽妃呢 就已经失宠了 所以对于太子李英来说 太子李英对这个武惠妃 以及武惠妃的那个儿子李茂 早就已经是心存不满 而且他还有志同道合者呢 谁呢 他的两个兄弟 一个是恶王李瑶 还有一个是光王李炬 这两个兄弟也对武惠妃非常的不满 这俩孩子是怎么回事呢 这俩孩子 恶王李瑶 他的母亲是皇府得宜 光王李炬 他的母亲是刘才人 这两个后妃也曾经受宠过一时 但是后来也都双双的失宠了 自打他们失宠之后 这两个孩子也就觉得非常的失忆 所以就跟失忆的太子聚到一起去了 他们三个年轻人凑到一起 没有别的事 就是整天骂这个武惠妃 骂这个兽王李茂 对于武惠妃来说 这刚好啊 这就是个借口啊 当时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 谁呢 一个官员名字叫杨回 杨回呢 是驸马 他娶的正是武惠妃的女儿 贤姨公主 这个杨回啊 有野心 并且是个小人 他想往上爬 咋个往上爬呢 那当然 首先是要讨自己丈母娘 武惠妃的关心了 那么武惠妃此时最关心的是啥事 武惠妃此时最关心的 当然就是立自己的儿子李茂为太子 扳倒现任太子李茂吗 所以杨回呢 就充当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四处去侦查太子他们的言论 我高度怀疑太子身边的宦官或者是宫女当中有人已经被他给买通了 那三个年轻人 那三个年轻人私下里头骂武惠妃的那些话 骂礼貌的那些话 后来都被他知道了 知道了之后 他就把这个汇报给了武惠妃 武惠妃一听 好 理由来了 于是就拿着这个所谓的证据跑去找唐玄宗 哭 哭诉 哎呀 这个太子啊 太不太不是东西了 太子和他两个兄弟啊 整天的诅咒 诅咒我呀 整天想让我死啊 而且呢 他们不但是想让我死啊 您知道吗 他们下一步的计划是准备危害皇帝您呢 是这样说的 大家一听就知道 前半段话还算是有点谱 后半段话那纯粹属于栽赃线害 可是偏巧就在于 此时的唐玄宗啊 早已经对自己的那个太子李英啊 已经没什么感情了 因此听到这个武惠妃这样的这个哭诉之后 唐玄宗呢 很恼怒 他下令要把三皇子一同给废除掉 您听听 一日废三皇子 这在唐朝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先例 他的这个命令一传出举朝哗然 但是呢 皇帝正在圣路当中也没人敢劝谏 此时只有宰相张九龄挺身而出 张九龄 终止老臣啊 史书说他上职 这个人很正直 性格也直 所以张九龄找到了皇帝 跟皇帝说啊 您不能废三皇子 三皇子 生长在身宫当中 接受的是儒家正统的教育 我们从来没听说 他们有什么大的过犯 现在您要废掉他们的证据 只有五会飞的那些说辞 证据不足 而且理由也不充分 他们究竟犯什么罪了 无非是发点牢骚而已 你训斥他们一对也就行了 哪能同一日废三皇子呢 你可不要忘记历史上 晋献公 汉武帝 晋慧帝 隋文帝 他们废敌之后 引发的那些动乱 前车之鉴 您可不能忘记 要说此时 对于唐玄宗来说 虽然他非常想废掉 这个三皇子 但是群臣的这种反应 尤其是张九龄的保护 对于他来说 唐玄宗开始犹豫起来了 而五会飞听说了之后 五会飞觉得 此时最大的障碍就是张九龄 于是五会飞竟然想 自己主动做点什么 怎么回事呢 他晚上悄悄的派了自己的一个奴仆 叫牛桂尔 来到了张府 找到了张九龄 跟张九龄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他怎么说呢 他说啊 废必有心 公为援 宰相可常处 啥意思呢 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现任皇太子 肯定是要废掉的 如果您能够帮助我的话 起码您不阻挠我的话 您以后宰相这个位置 还可以长久的坐下 您听见没有 这就叫威逼利诱啊 这番话背后还有一层意思呢 您体会体会 那意思就是说 你要是不帮助我 那你这宰相的位置可以就保不住了 张九龄一听是勃然大怒 啊 一个后妃竟然是管到我的头上来 于是张九龄连夜进攻 向唐玄宗举报了这个事 唐玄宗听了之后 哎呀 觉得武惠妃这事的确是干得太过活了 后妃直接干政 甚至威胁宰相 这已经突破了他的原 他的这个基本底下了 所以说 张九龄此时再反对 那么 唐玄宗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于是费三皇子这个事 就算是暂时的被摁住 可是此阶段内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张九龄自己已经开始自身难保了 当然了 导致张九龄的位置动摇的 这个倒不是武惠妃 而是谁呢 而是李林甫 李林甫是个坚硬小人 这个家伙要往上爬 他的最大的障碍就是张九龄 而此时 唐玄宗偏偏已经开始由前半阶段的历经图治 开始向后半阶段的这个松懈戴政发展了 皇帝当的时间长了 没了新鲜感了 没了锐气了 这个时候就开始贪图享乐了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来越爱听顺耳的好话 越来越不爱听那个逆耳中言 两相一对比 张九龄 老臣 忠直 严肃 认真 所以唐玄宗越来越不喜欢他 李林甫呢 聪明 会来事 特别会顺着皇帝 李林甫有一招绝活 你知道什么绝活吗 就是每当唐玄宗啊 因为什么事遭到大臣们的劝谏的时候啊 李林甫都会在背地里悄悄的去找皇帝 跟皇上说 您别听他们 您是皇上 对不对 什么事都您自己说了算 您管他们干嘛 钱刚独断 这才是皇帝应该有的做派 结果这么一来二去 唐玄宗呢 就特别的喜欢这个李林甫 而且李林甫很狡猾 他意识到啊 要想爬到最高位 除了他自己在外朝的努力之外 在后宫里 他也得有自己的盟友 找谁当盟友呢 他就找到了武会妃 他派人脱话给武会妃说 我愿保护寿王 哇 武会妃一听欣喜若狂啊 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外援呢 于是两个人很快就沆瀣一气了 武会妃在唐玄宗面前 没有少说这个李林甫的好话 同时也没有少说张九龄的这个坏话 最后啊 唐玄宗认定李林甫为新的这个主书令 然后将张九龄委认为右相 霸之正事 实际上把张九龄已经给架空了 架空反对自己当皇后的张九龄 又和李林甫成了盟友 武会妃越来越觉得自己胜券在握 一旦自己的儿子当上太子 不也是自己的成功吗 于是他和李林甫接二连三的行动起来 李林甫的计划已经初步成功了 就这还不算完 李林甫还想治张九龄与死地 后来有一个盐官在劝谏这个唐玄宗的时候 说了些很不重听的话 一些臣子不应该说的话 这事惹恼了唐玄宗 而李林甫就在旁边及时的跟上了这么一句 他对皇上说 您可千万别忘了 这盐官啊 是谁当年给推荐上来的 他是张九龄推荐上来 唐玄宗听了之后气不打一处来 好你个张九龄 你是对霸相之事不满吗 大概借着这事只派这个人来骂我是不是 所以唐玄宗一怒之下 将张九龄流放到荆州当了一个长使 后来张九龄郁郁而终 其实早在张九龄刚刚被点之时 乌贵妃已经开始大动手脚 他让驸马杨回当马前卒 举报太子与恶王光王和太子妃的兄弟薛秀 一块密谋造反 据史料旗在 乌贵妃一边派人向太子和二王报告说 后宫之中发生了政变 正当太子和二王穿盔带下拿口兵器 准备冲入宫中旧驾驶时 乌贵妃又向唐玄宗报告说 太子和二王这回造反 当唐玄宗看人赶到时 太子和二王果然全都一放 于是玄宗大怒痛下决心 赐死了太子和二王 但也有人对这一记载是怀疑态度 但不管怎样 三个皇子都死了 乌贵妃应该高兴了 可是乌贵妃作罪心虚 三个皇子之死给他带来的是心理上极大的恐惧 最后他竟然在惊恐中也去世了 所以你说我们怎么评价这个乌贵妃的一生 这个人继承了武家的血统 又受到当时唐代文化的影响 有很强的权力欲 想当皇后 他没有当初 他想立自己的儿子李茂为皇太子 生前没有达到 死后也没有达到 为什么呢 因为最后唐玄宗选择的是立谁为太子呢 立三子李亨为太子 这也就是后来的唐素总 为何不立李茂 因为唐玄宗对于那种权势特别大的皇子 也是存有戒心的 你武贵妃给李茂锻造的那个团队实在是太强大了 李茂的语意实在是太丰满了 也正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唐玄宗就不选择礼貌 你说武贵妃究竟可怜不可怜 你说这人 你说他是好啊 还是坏啊 真是很难评价 我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他的一生 一言难尽 我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他的一生